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新都将将来的日本料理店赤木 身内以木造装饰格调为主 充满温暖感 半开放式厨房 可以拉近和客人的距离 这里提供不同种类的日本料理 例如当做的海鲜 刺身 手握寿司 火锅 烤鱼 烤肉 鱼虾蟹 鸡牛猪 各样都有 当然不少得面和饭 另外还有酒类供应 日本清酒 沙华 啤酒 当然都有无酒精饮品 炭火蒲烧鲁鲛 炭烤香味不算重 烤得不够香 鲁鱼肉质偏薄 鲁鱼酱汁不够浓厚 没有什么层次感 只是带咸味的酱汁 最惊喜反而是蛋丝 铺满整个饭面 配上鲁鱼 酱汁和饭一起吃 足够不少分数 算是没有惊喜 指下吃鲁鱼饮的选择 炭火安格斯牛温泉蛋当 牛肉烤的生熟度刚好 保留原有的肉汁 大胜肥的安格斯牛肉 虽然不像和牛入口即溶 但肉香味较重 越咬越有味 配上香脆的蒜片和葱花一起吃 提升味觉的冲击 弄穿这些温泉蛋 混合牛肉的油脂和白饭 又香又软又惹味 鱼丝盛盒味增汤 将套餐升级做特别的味增汤 除了比一般套餐的汤热之外 味道亦都提升了几倍 用两款海鲜和蔬菜煮成 在鲜味之中 带有味增的香味 虽然未吃云菜单里面所有料理 但无论是刺身 炸物 火锅 寿司 基本上每款都较足功火 今集的介绍是这么多 喜欢的朋友希望可以按赞 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来热的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